惊悚电影《夜半一点钟》 由失魂歌星、辫子姑娘 以及午夜快照三个故事组成 故事发生的时间都在午夜一点钟 第一个故事 主人公小叶是医院的护士 但却长了一双阴阳眼 有事没事就能看到阿飘 这几天 当红歌星桑尼突然昏迷 小叶负责照看 经纪人打听桑尼状况 医生却说桑尼身体很好 但就是醒不过来 好似失了魂一样 这天晚上 小叶在护士站摸鱼 突然听到怪异声音 抬头一看 小叶一眼就认出 被拉着的男人是桑尼 惊慌之下 他还以为桑尼挂了 可等检查一番 却发现还有生命体征 等小叶出现 撞上桑尼与女鬼在说话 他躲在后面偷墙脚 给你时间 那谁给我时间啊 我是不是你而死的 我不读书 读上学 清清不过做奸绩买 就要听你唱歌 你唱十六场 我听不住了十六场 我得到什么啊 原来女鬼是桑尼的狂热粉丝 在之前的演唱会上摔死 现在她之所以常睡不起 就是因为女鬼一直纠缠 这就是大家说的 做鬼也要在一起 其实女鬼没有别的想法 她就是要和桑尼做鬼夫妻 对于这个提议 桑尼自然不乐意 毕竟自己活着 还有很多事情要干 不能为了一棵树 放弃大好未来 直到这一期的小叶 赶忙回到护士站 突然桑尼来找到小叶 被吓到的小叶告诉桑尼 自己没有办法帮她 第二天桑尼又来找小叶帮忙 小叶说自己不懂法术 没办法帮助她 此时女鬼突然出现 女鬼蛮横无礼 让桑尼难以忍受 也直言说自己不喜欢现在 受不了的小叶冲出来教训女鬼 说她去世了就放过桑尼 毕竟外面还有许多 喜欢她的歌迷和家人 不能因为她的自私 就带走桑尼 羞愤之下 女鬼带着小叶给的卡片 离开了桑尼 而桑尼在第二天也恢复清醒 开始她全新的人生 第二个故事 辫子姑娘 小叶是一名大学生 平日就胆大喜欢冒险 前些日子 她听说大学附近有个辫子姑娘 经常神出鬼没 但却没人见过她的样子 于是小叶就决定 带着朋友在深夜一点钟 行动找辫子姑娘 两拨人分头行动 她开车在山上行驶 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其他朋友七爷准备假装辫子姑娘 吓唬小叶 小叶开着开着 突然有个黑影迅速闪过 惊魂未定的她 因为车无法行驶 只能下来维修 但小叶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了这些人的猎物 毕竟真的辫子姑娘 已经盯上了她 为了能顺利从山里走出去 小叶只能下车维修 搞了半天没效果的她 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远处却开了一辆卡车 自己却看到 飘在她身后的辫子姑娘 眼看囚主无门 只能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可她背后却有丝丝凉意 一只鸭子就已经吓到小叶 她急忙联系山上的同学 希望他们能救救自己 怎料对讲机 却突然冒出滋啦滋啦的声音 此时他们心心念念的辫子姑娘 终于出现 不知道三人能否逃脱魔掌 但小叶却开车赶紧逃命 只是等她好不容易活命 却被提醒后面有人 第三个故事 午夜快照 午夜时分 敖拜与山鸡哥到事故频发地段之前 希望这次摄像能拍到违法记录 而人守在那里等了半天也没人路过 慢慢敖拜睡了过去 山鸡哥则蹲在原地 用草刺激敖拜 玩得开心的时候 他看到远处有一个老太的身影 等他再仔细看 竟发现人已经消失 此时旁边的摄像仪闪了一下 山鸡哥将这个事情告诉了敖拜 但敖拜这个老司机却说 不着急 一定是眼花 山鸡却后面方便 敖拜还以为是设备坏了 检查一下 刚退回去 却被吓了一跳 此时一辆车飞驰而来 敖拜一把将老太推开 人不会是被推下了山 二人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人影 更可怕的是 摄像仪拍摄到奇怪影像 可领导却认为二人不认真 让他们继续坚守岗位 夜深人静 一辆车快速驶过 摄像仪却没有动静 老板天使山鸡哥开玩笑 但远处却传来敲打声 却发现是老太在打小人 回去以后 他们将这个事情告诉了领导 换来的就是披头盖脸臭骂 敖拜知道二人见鬼了 专门找了大师求了方法 他们在路边祈福 突然一辆车朝着二人冲了过来 好在命大没被撞死 肇事司机这一下也被逮捕归案 经过调查发现 他就是撞死老太的司机 现在也是受到应有的惩罚 请不吝点赞订阅